在080小時的地方是規定為退縮五里綠袋 大樓這一層的部分是規定為退縮十米的綠袋 在十米清華高樓的部分 比較高一大樓的這一層是規定為二十米及五里的部分 福德接下降的部分是規定為二十米的綠袋 在080小時的部分規定的十米清華高樓的部分是五里的綠袋 所以我們是按照整個都市清華和西部清華的規定 在做一個建築的設計 要做到說北基地必須作為社會福利的用力 但基地的部分必須有公園跟桑菜圖用力 按照這個都市清華規定的部分 我們就來考量整個基地的開放空間 該不整個的情況配置 所以我們做了就像上次所報告的部分 北基地的部分有 社會福利設施的部分總共維持大洞 下方的公園我們有三三村的部分 還有我們的雲幻的設計 那有萬八十項的八十項的距離能會曾經放給我 就是我們的能設計的對待物件可能還不足 我們各位報告是說萬里口徑的八十項只有八十項的距離 那原來的規定是文明的退縮布袋 我們特點呢 就是在其實會有一個建造的 燈造的那個實力線的負負擋 所以我們特點往後退縮了 也增加了一些布袋的空間 所以我們這邊去植 9加5 9加8總共有十七項兩棟的距離 在這樣的一個建築配置的部分呢 我們今天也看到我們社會福利設施 我們可以幫忙排協 包括到我的處宅 還有身心障礙的兩部中心 還有福利服務區跟社區處宅 還有福利健康中心 那這些的部分呢 按照我們當時在簽約的時候 就有一個申請取值的規定 包括到我們處宅必須要做多少的量 身心障礙兩部的時候 必須做多少的床位數 福利服務區的部分 要做多少的社會秘密設施 還有市區住宅的部分 要做多少的戶數 還有維健康中心要做什麼樣的START 健康等等 我們都是按照公司計劃 都有申請蓄置相關規定 在頓自己的建築配置 那南七地的部分 就能夠用力來商量用力 所以有些人就會說 為什麼不把這個地方 在往後退縮 第一個 公司要分辨這個地方 已經要適合最有深度 我如果這個部分 可能分離的距離不到20 兩部建築之間 不能接隔太近 那我的這個福利服務區 因為分為建築中心的福利量 我已經在最小的建築域的計算之下 把他盡量的往上衝到 所以這必須要讓大家量解的部分 那當你的關線會去結局出入口 決言說管道會一定需要 不得切的部分 所以我們是做再集會量下出入的部分 那公園的部分 在這個地方 地下室會有放在人間車場 包括有500輛的汽車和用道的機車 整個基地的開發內容 包括大家所給我想都有的資料 北基地的部分 有國營建範區的清單中心 保護中心 利物商店 重建中心 都包括在地產多餘的空間 那保留住宅部分 按照規定必須要設施四達二十間 CED在二強期養護中心 利區服務中心 依照規定的養護型的部分 設施一半床 施設施行三十六床 CED在二十八 然後這些交換中心 可以容納二十到三十人 那福利服務區的部分 有社會服務業設施 正常是施行在使用管道的部分 包圍了一多多職務中心 其多多少林服務機構 社會資源中心 還有區域活動 這類型服務 就設在社會服務服務用區的部分 還有區域活動 還有區域活動的社會服務中心等 那社會服務宅部分是 176戶 南京的部分有旅館 更房數是389間 其實區域活動的一般事務所 總共有288戶 還有要重新使用 使用座部的零開出所 那畢竟是在1872 我們整個完成之後 我們願景是什麼 在原來的部分 這部分呢 是一個整線維持各個散落部分的 22棟的導舊建築物 建築的建築品間 全全使用機率大概是32% 建築物分部的散 其實像我剛剛可以看得到 原來的建築空間 其實像是比較零碎的 那我們整個 依照移入推進城來做之後呢 新鮮完成之後 我們可以看到 網站的右棟建築物 把其中在公園 還有其中在東央市民 可以計劃到衣服的綠袋圍間 大家可以做一個 五大雷的 雲尼雷圍間的使用 還有可以做一些事情的活動等等 實際上這樣子 可以增加我們 這個休閒的運動和範圍 那以外建築高度的部分呢 經過我們檢討 完全是比如說 建築技術的規則相當的法律 因應一些的部分 就是屬於 每次日照 事後下來之後 所謂影響到的一個 單位的部分 建築的高度過下來的時候 我會找的地方 會範圍到哪個地方 即使像你看 這個地方是沒有 受到這部分的影響 奶氣墊的部分呢 就會有影響到儘管的部分 其他部分都是儘管的 那車道出入的東西部分呢 上次那個 雲五千八十槍 也聽到說 不希望他們出到出土 會從雲五千八十槍這邊出入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回去 特別熟悉做研究 所以我們就現在來講 這個部分的一個車道 我們改善 我們的街八十槍 很大四槍的進入口 所以你口見八十槍 已經會有任何車道會出入了 那目前來講呢 我們希望是集中在 各個街八十跟大道路的部分 所以呢 公園用業的部分呢 我們是從這個地方出入 然後商品的 宿宿和宿舍 也會中間 車道出入所出入的地方 社區宿宿和回街道中間 都可能車道在這個位置 然後旅館跟宿宿的部分 是從這個位置出入口 那請問警官的部分呢 上次有提到的就是 公園的部分的水池 水池部分 我給他聽說 我們這是一個警官的生態池 那當時有提到說 好像這個公園的水池部分 可能太靠近我們的住宅的部分 那以後的圍繞的部分呢 會是誰來處理 所以你們都很擔心 那這個部分 我們呢 水池本很輕重一點 可以解釋 在這個方向 那除了水池陸用業的部分呢 我們還在這個地方 就是上次有提到 中心廣場的部分 不希望是 中心廣場的部分 希望是跟市集地 一起合在一起 所以上次本來有一個 市集的位置喔 我們把這個市集的位置 特別改到中心廣場的這個位置喔 可以跟公園一起做一個 比較大的 用大便的餘地空間的使用 那公園用業主池 在水池的部分呢 就是 其上我們是討論 它多樣性的情侶喔 所以呢 可以希望是一個 多樣化我們生物的一個習慣 還有它是有一個 調節圍籍 或是我們是 身上 生態多樣化的機能 那最主要大家擔心說 這裡公園會有 障礙 或是說有限量文字清晴 這我跟各位報告 在我們的規定體驗 公園用地 必須是特選公司 要負責公園的環境 跟維路 所以我們必須發行不成為它的 那實際上 這個水池也花了很多小錢 我們也不會給人提早麻煩 但是我覺得 這個水池是對生態是好的 是有它需要性的 那這個部分是 我們在負責公園 其他沒有關係 那有關電話的部分呢 其實又有提到 就說 希望我們要把那個 就是建築物的部分 設計在背對 去 大樓樓的這一邊的部分 其他房型就是說 其他旅館 我們現在兩邊 都是做正面設計 兩邊都有房間 所以不會有背對的問題 那這邊也 這一樓的地方 有所謂商店 是對外開放有益的 對外做清理的部分 所以不會有這個 所謂的 這一樓的區域的旅館 會擔心說 旅館的部分是非背對的 其實是沒用的 那相關的交通通路部分 在開放前後 經過我們整個 前次的專家的部分 做一個評估之後 在整個附近的地區部分 如果有縮影響到交通部分 我們改善之後 都會做試試 包括到整個場的資訊顯示 和 電腦出入口的安全管理 措施 和鼓勵使用 我們綠色運具 促行戰爭 這些計畫 都會經過交通全省 然後才會去做 一個實施的發展 謝謝 謝謝 謝謝